顶级杀手杀一个人要用多长时间 只需要一个擦肩 心境的大动脉被割开 血流如注 而杀手没有留下丝毫证据 嗨大家好 我是沉迷电影的阿丹娜 今天讲一个怪物的故事 阿恒是一个变态杀手 他最喜欢的杀人方式 是从背后活活拉断受害者的胳膊 然后在头上套出塑料袋 先将人窒息 然后慢慢折磨 15年前 阿恒被指控犯下七起杀人案 但由于证据不足 只判了15年 这个结果让所有受害者的家属都接受不了 特别是警官老黄 老黄的班长在一次行动中 被阿恒割断了大动脉 惨死在亲生女儿的面前 所有案发现场的摄像头都拍到了阿恒 但就是找不到任何缺凿的证据 老黄非常敬重班长 无法找到指证阿恒的证据 更是践踏了警察的自尊先 那时候外恨 老黄恨不得一枪打死阿恨 审判结束后 老黄开始照顾班长的独生女儿小白 15年过去 小白已经长成了大姑娘 还是一位小提琴手 警局里的每个人都非常照顾她 这个可爱的女孩是全警局的宝贝 但糟糕的是 阿恒要释放了 这个变态会不会再一次大开杀戒呢 之前受害者的亲属 会不会成为新的猎物呢 老黄不放心 从阿恨出狱的那一刻就安排人潜伏在他身边 阿恨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急 并且第二天一遭 妓女和皮条克的尸体就摆在大马路中央 老黄立马把阿恨抓回了警局 你这个死变态 还真是一天都不能忍啊 这么快就又杀人了 阿恨却不屑的笑了笑 说证据呢 没证据凭什么抓我 而且她比警方还好奇 谁把屎盆子栽葬到自己脑袋上 老黄被阿恨起得要发疯 确实 昨晚阿恨一整夜都没有出过宾馆 妓女又是死在外面 她又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即使老黄想把阿恨千刀万挂 现在也只能老老实实的放人 可那之后老黄更密切的监视阿恨 可命案还在持续发生 那天阿恨出去晨跑 公园的正中央摆着一具尸体 头部被石头砸烂 致命伤在脖子 熟悉的死法 熟悉的刀伤 此时阿恨猛的一回头 发现一个黑衣人就在自己身后 他立马冲出去抓人 却被那人溜了 其实阿恨知道这个人是谁 15年前的法庭 阿恨替一个人背了黑锅 这人就是他的发小二八分 二八分和阿恨一起在孤儿园长大 都是虐杀小动物的变态 长大后 他们一起犯下了七七连环杀人案 但因为阿恨绿了二八分 这人怀恨在心 直接把阿恨举报给了警察 自己全身而退 15年前 阿恨不知道举报人是二八分 还在警察面前必扣不谈 说没有通货 而出狱后 经过多方打听 才知道当年出卖自己的人是最好的兄弟 现在阿恨出狱了 二八分还是忘不了力貌之仇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 他拿着刀走进了阿恨的房间 刚要下刀 却发现 床上没有人 他走到卫生间的门口 把手刚刚转动 阿恨就脱了下去 二八分的手上被刺穿 就在这剑拔弩张的一刻 老黄找上了门 原来 他看阿恨一天都没有出宾馆的门 居然还有点担心 他的出现惊动了二八分 三人共处一室 二八分趁机逃脱了 几天后 阿恨就找到了二八分的老巢 并放下话 再让你活几天 几天后娶你狗命 二八分还是非常害怕阿恨的 他虽然也是变态杀人狂 但跟冷血的阿恨比起来 他还差得远 那天晚上 阿恨心满意足的躺进被窝 突然感到背后发凉 他慢慢站起来 一线被子 一具被保鲜膜包裹的尸体出现在床上 他撕开一看 居然暗示二八分 谁干的 到底是谁干的 而此时 一个身影被阿恨压在床上 他的第三根肋骨之间被捅了一刀 慢慢的失去了意识 警方随后就到 阿恨再醒来的时候 躺在二八分身边 手上还牵着狗链子 活脱脱的现刑犯 但他是顶级杀手 立马冲出房间杀了一个女人 把血染到自己身上撞昏迷 紧接着又在救护车上成功逃脱 他现在只有一个目的 找到哪个陷害自己的人 而房间里一通了阿恨一刀的人是谁呢 答案揭晓 是小白 15年前 自从小白看到爸爸参死在自己面前之后 他心里就发生了巨变 表面上是天真可爱的乖乖女 其实早已经变成了复仇的怪物 家里的墙上 地板上到处都是收集的证据 等到阿恨出狱后 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 先是用乱石砸死了酒鬼 本想栽赃给阿恨 却算错了时间 第二次 他在二八分的家里摆满了碎瓶子 并扑上电网 直接了结了他 还顺利的把他搬到阿恨的床上 却没想到还是被阿恨逃脱了 小白得知没有放弃 他在本子上画下了最后的计划 另一边 阿恨很快锁定了小白的身份 那天晚上 阿恨走到小白家门口 迎面撞上小白 15年来 小白一直等着这一刻 他一刀捅进阿恨的肚子 但不致命 只为激怒阿恨 两个人你追我赶来到后山 阿恨的肚子上有伤 追得上气不接下气 而此时的小白竟然荡起了秋千 他越荡越高 眼看着警方的车开了过来 阿恨不知道 这女人要干什么 可小白接下来的举动 直接把阿恨推上了断头台 他用狗链子挂住自己的身体 在球前弹到最高点的时候 松手把自己活活吊死 而阿恨就是凶手 这一次警方终于人脏病祸了 小白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复仇 阿恨被判死刑 而老黄在最后才发现 原来这么多年 小白都藏着这么深的秘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影片中 阿恨的扮演者 一个月没有进食 狂瘦15公斤 达到9%的体质 这才有了阿恨的身材 不得不佩服演员的经验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下期再见